欢迎收看每周360 嘿呀 本期又是我Vender来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上周车谈发生的大小事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首先就在上周PRO DUA ARDIVA HYBRID正式发布限量300辆 只租不卖 每个月租金是500块 PRO DUA ARDIVA HYBRID正式发布 这款车是基于日规的DAIHASU ROGY HYBRID TAIL牌打造 所以直接从日本CPU整装进口到我国贩售 既然是HYBRID 那么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引擎 不同于普通版 这个版本搭载了一具1.0L三缸TURBO引擎 这款车是REEV真程式电动车 它搭载的是代号WAVEX的Arkinson Cycle 1.2L三缸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82HP 峰值扭力则是105Nm 热效率达到40% 本比但是通常情况下引擎并不参与驱动车子 而是为真程器提供4.3A的电池组充电 在由电动机驱动车子前进 而电动机的最大马力表现为106HP 峰值扭力则为170Nm 官方油耗可达每公里31.3L 另外在外观方面 PRODOVA ADIVA HYBRID 和普通版本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仅仅在细节上有一些不一样的处理 像是水箱护照前后保险杠和轮圈都是日归ROCKY 另外车尾的场位旁边的四条也取消了CHROM杜戈材质 反而是使用Piano Black 钢琴烤漆 所以整体看上去质感提升了不少 到了内饰可以说车内整体的布局编排似乎没有太大的改变 它同样配备了数位化仪表和7寸的触屏主机 不过它的冷气控制面板并不是普通版车型上的触控式面板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有AUTO HOLD的电子手刹车 另外这款车有SPDL的功能 它的油门踏板不只可以控制车子前进 只要你松开油门车子就能慢慢减速 并且还会为电池组充电 有人讲亲情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我跟他讲不对 Adiva Hybrid才是有钱也买不到的 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目前正式发布的这款车限量只有300辆 并且是以随机抽起幸运额的方式租借出去的 而且每辆车其实都以名花有足 而在已定约制的租借情况下 被选中的幸运额需要先付2150令吉作为首付 然后每个月再缴纳500令吉作为租借费用 为期五年 但是在这五年内你只能行驶不超过10万公里 而好处是在订阅制的保障下 原厂将负责车子所有的保险 卤水和正常保养等费用 不过期间会在车内放置GPS追踪器 并需要你定时和他们汇报你在使用时面对的问题和情况 而租业到期后 你必须把车子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不能买断 那么订阅制租借的方式动机在哪里 其实是Produa目前为了测试我国市场 对于Hybrid混合动力车款的接受程度 所以你是Artiva Hybrid的幸运儿吗 还是你觉得这样的方式是值得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第二则新闻 Produa可能又有一款新车 那就是Produa D66B SUV 获以东南亚版Yaris Cross打造 让我们来看一下 Produa D66B SUV的消息曝光之后 就有很多人期待这款车的发布 而根据传闻指出 这款车将会基于东南亚版的Yaris Cross打造 所以关于这一点 我们就来聊一聊Toyota了 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 印尼市场的媒体就发现了 Toyota已记在当地市场注册了Yaris Cross的名字 而最近当地的媒体也获得了更多的消息 目前在售的Vios和Yaris 即将于印尼市场停产 以后当地售卖的这两款车都会从泰国进口 至于剩下来的产能将会被一款全新的V-Segment SUV取代 原厂将这款车指定为Honda HR-V的指定对手 据悉新车将会采用和Vios一样的DNGA V平台打造 相信轴距会达到2620mm的长度 这样一来车辆的空间表现也许会相当输重 除此之外 这款车也会是一款两排五座的SUV 所以它究竟是不是PRODOVA D66BSUV呢? 我们可以猜测一下 不过关于引擎的部分则是暂时没有消息 不过相信应该会继续采用1.5公升的DUAL VVTi自然进气引擎 新价DCVT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为104HP 峰值扭力则为138Nm 根据之前第二国厂车举办的预览活动信息表示 这款车的预售价将会从73000令吉起跳 这个价位在V-Segment SUV里算是可以的 但是剩余的详情就暂时不得而知了 所以关于这辆车可能要在2023年下半年才会有更多的消息 如果这款车真的发布了 来到大马买就对了 第三则新闻 最新的HONDA HR-V已经交车7000辆 并且我国总销量突破11万辆 猜猜哪种引擎最受欢迎 HONDA HR-V销量大畅丰收 目前原厂交车量已达至7000辆 其中1.5V的车型是最多消费者选择的 新一代车型在我国的累计订单 突破了3万张大关 根据官方解除的数据 自从新一代的HONDA HR-V在7月14日正式在我国发布后 目前这款车的销售成绩相当亮眼 原厂在这两个月多时间里 已经向订车的消费者交付近7000辆新车 而其中带有VTEC Turbo引擎的1.5V次底配车型 是最受消费者选择的车型 此外如果加上上一代的车型销量 这款车在我国累计销量已经达至11万辆车 这对于一款非国产品牌车款来说 是属于非常畅销的销量了 足以见得它非常受到我国消费者的欢迎 最后虽然原厂这一次没有公布 这款车具体的产量和后车期 但是可以参考回8月18日原厂给出的 累计交车订单达至了1300辆 也就是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内 已经交付了近5700辆车 所以如果你是还在等车的准车主 预计应该很快就会拿到新车了 但毕竟总额超过3万张的订单 如果你是近期才订车 那么可能就要等一段时间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Honda HR-V的资讯 可以点击上方的小白点 看一下Ivan上个礼拜去参加的试驾影片 第四则新闻 Doyota Innova ZXNX大改款印尼开放预订 据悉新车全系将搭载hybrid混合动力引擎 预计11月正式发布 根据当地印尼媒体报道 印尼Toyota官方的内部消息 原厂计划在11月发布全新一代的Innova 据悉当地的经销商已经开放预订 这款车将会有三款车型让消费者选择 虽然消息有限 但可以知道的是 它会基于全新的前驱平台打造 而轴距将比现款车长更长100mm 达到了2860mm 预计整体车内空间表现将会宽敞很多 动力部分它将搭载第二代的Toyota Hybrid System 而引擎可能会是1.8公升或是2.0公升的混合动力系统 至于详细动力数据则暂时不得而知 另外新一代的车型或许会用上Innova ZXNX的名字 因为早在2020年原厂就已经申请了这个名字的商标 新一代的车型依旧会主打印度和东南亚市场 所以很可能会在我国发布 如果来了买就对了 最后一则新闻 还记得我之前提过的比亚迪和Sam Dabi Motor Malaysia 商谈进军我国的消息吗? 就在上周比亚迪正式和Sam Dabi Motor Malaysia签约 确定引进Atobe 3和E6两款电动车 上周比亚迪和Sam Dabi Motor Malaysia 双方终于在我国签署代理合作协议 代表着双方正式展开了合作 而未来Sam Dabi将会作为比亚迪在我国市场的总代理 负责在马来西亚贩售这家中国车企的电动车 那在签约仪式上 Sam Dabi的执行总裁表示 在这一次的合作上 希望能为马来西亚市场吸取比亚迪在电动车上面的丰富的经验 帮助Sam Dabi成为电动车市场的领头羊之一 而这和政府所推行的低碳出行政策是一致的 同场出席的比亚迪亚太地区销售总经理刘雪良 也说到马来西亚市场是他们扩大电动车发展的一个重要市场的机会 至于Sam Dabi之前在亚太地区的汽车行业内有着出色的成绩 这一次他们才会选择和Sam Dabi合作在我国推出新车 以在未来能够满足马来西亚市场对于电动车需求的不断增长 据悉未来双方将会在我国引进两款电动车 前者是之前传闻的Auto 3及原Plus 至于另一款则是最新的E6 双方都没有透露具体会引入多少辆车 因此这还需要等到后续车场和我们进一步确认 那比亚迪作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龙头 你们又会不会给他一个机会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每周360的内容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时事追踪 此外非常推荐去及时追踪我们超级好玩的TikTok与小红书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